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说一件新鲜的事物 好 名字叫做单警智能巡逻车 这可是个好东西 而且是高科技的装备 现在已经出现在咱们深圳的福田口岸了 这个经常出国的朋友们 也许会在国外的机场 还有一些公共场所看到这个家伙 去年三月份 北京天安门广场 那个巡警 也配备了这种高科技的东东 春白色的 一段大大的轮子 这个行驶起来 它怎么就那么稳呢 一登场就被围观 很多北京朋友都说 这警察踩了风火轮了 那这个深圳的单警智能巡逻车 它具体有什么特别的功能 对我们市民有哪些好处呢 今天我们的记者 特意去了我们的福田口岸了解的情况 我看 我看 我再看 这人来人往的 无论男的女的大人小孩 都会情不自禁地看看 喂喂喂 你们到底在看什么呢 蛮可爱的 效果挺好 我觉得挺新鲜的 我的外国朋友也走过来问 然后给我们挑大拇指 抱着很羡慕的眼神 看着我 尤其是小朋友 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 正在这时 小编定睛一看 哇 这也太酷了 坐圆八手 半人高 长方形脚踏板 及两个直径约50厘米的车轮 没错 这辆神奇的小车吸引了过关旅客们的眼球 如此坏心的小车车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主要是尽量能让我们的领客的通货量 逐渐在加大 我们的这个边界的执行压力实在逐渐加大 我们站的档尾 然后和我们踩着了这个单景车车 很好的保存我们的组力 多了很多交流的机会 出名单景智能许多车 出没地点 无填可按 功能特点 高 快 新切 这个小车呢 它的轮子的直径比较小 贴地距离呢 也比较低 所以说可能更平易近人一些 它的单次充电之后 可以使用38公里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20公里的小时 用残景观对比一下 这辆小车比正常人至少高出一头 上面的空气好不好啊 我的这个许多车的话 我们可能比如说 在人群比较聚集的地方 我们站在旁边 可能就会看到很远 哪里有问题 哪里有需要的地方 我们就立刻可以走过去 速度 那就不用说了 看了你就懂了 就发生意外的时候 就能比较快些 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它马上肯定 我觉得肯定比走路快好多 至于亲切 来询问的旅客连绵不断 小朋友更是在车车附近穿插 护摸 就是不肯走 总之一个字 爽 开的人爽 看的人更爽 别以为这车谁都可以开 要上这辆车 得先经过一个星期的培训 考了驾照才能驾驶 当记者要求演示一下 考驾照的实况时 这短短距离让记者不断劝阻 太窄了吧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啊 你的肩有多宽 这个车就可以过 肩能过 车就可以过 预备 开始 两个巡方警开始急行急杀 比赛起了速度 接着我穿 我穿 我再穿 我转 我转 我再转 最后倒车 请注意 倒车 请注意 看完了 记者我也好心动 想试试 可惜咱没驾照啊 不说那么多了 除言无忌 听听小朋友们的评论 好不好 你就知道了 好啊 我喜欢 喜欢 喜欢 我喜欢 你还别说 这车挺人性化 是 而且它很长 我觉得它既是警察的好帮手 又很亲民 非常的不错 我觉得可以好好地推广一下 这我就奇怪 你说它怎么就不倒呢 不倒 回头我也得试试 来